引起青光眼的病因有很多 包括老化、遗传、药物类固醇等因素都可能引发青光眼 人类的眼睛是靠眼内的防水来调节眼球的压力 防水由结状体分泌 由后防循流至前防 然后排出眼外 当防水无法排泄 就会造成压力升高 而这股压力压迫到视神经 造成视野缺损、视力下降 也就是所谓的青光眼 青光眼是一种持续恶化的视神经疾病 和眼压及视神经局部血流 及其他为这因素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电脑你3C的东西包括手机 包括电视也一样 你长期接触这些的话 不只说青光眼可能 白内障也提早会发生 还有视力会减退 那一般 一般就是要吃一些维他命类 或者是保护眼睛的这个 A房式这一类 这个是可以抗氧化有帮助 不过最只要是能休息是最好 因为你太累的话 眼睛的血液供应不止 他会感到眼睛疲劳 久了可能血管就会变成比较狭窄 那有空吃A房式 大概一天30mm 多吃可能也没有意义 至少要30mm可能就会有帮助 不过最只要还是能休息比较好 青光眼主要是眼内压力造成的疾病 以往被认为一定会导致失明 但如今雷射与手术技术设备进步 青光眼已经是可以控制的病了 不过已经造成的视力损伤 是无法恢复的 因此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才能控制青光眼持续恶化 十方新闻记者赖玉荣台北采访报导